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3年7月25日星期四 这个视频跟大家聊一下 中国最擅长现在在国际上进行调节 尤其是善于调节那些死敌 像去年的时候沙特和伊朗两个国家握手扬河 那就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可调和的矛盾 恐怕就是这个宗教矛盾了 那么这个穆斯林他的什叶派和逊尼派 他是水火不容的 斗了这么多年,打了这么多年 然后在中国的调节之下 两家就握手言和了 其实你要是想一想的话也不难 你不想一想 你两家为什么打了这么多年 现在这两家才敏外过来 要不是美国的挑拨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打呀 我们就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互相为敌 是吧 我们应该把这个分歧搁到一边去 然后呢 以团结 以合作为主 对吧 你看这个伊朗和沙特现在多好呢 对不对 那么这两天呢 还传出来了一个好消息啊 就是我上一个视频里面所谈到的啊 就是巴勒斯坦的内部呢 长期以来是非常的分裂啊 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发塔赫和哈马斯 是这个针锋相对的两派对吧 那么通过这一次北京宣言的签署呢 我们知道啊 其实一个小小的巴勒斯坦啊 他内部有14个派别啊 那么在中国的斡旋之下呢 他们也是啊 就申明大义啊 不再固执己见啊 办一些不切实际的 尤其是啊 此一时彼此 有一些想法呢 就不可能完成了 就应该面对现实啊 现在呢 他们也达成了一致啊 现在团结起来 拧成一股神 一致对外啊 那么下一步呢 相信啊 美国呀 还有以色列呢 就非常难了 那么很快啊 就不一定很快啊 我说的很快呢 就是说 相对来说啊 相对于 以前的时候呢 就觉得遥遥无期啊 觉得不可能 那么现在呢 这个中东的和平啊 就再一次的 有了希望是吧 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这个视频呢 咱们就来说啊 摆在中国面前的呢 又是另外一个任务啊 就是这个俄乌冲突 从俄乌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美国一直都在污蔑中国 试图呢 把中国拖入这个浑水 试图呢 把中国啊 变成这个冲突的一方 然后呢 他好挑拨 针对中国 但是呢 中国一直都非常的有定力啊 但是呢 俄罗斯和乌克兰啊 也是针锋相对的 且不说 双方的之争呢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 都不愿意放弃的 这个领土问题啊 另外呢 就是双方的这个立场啊 和主张 也是针锋相对的 那么俄罗斯呢 就是啊 你这个四个州 必须得放手 然后乌克兰呢 是我的土地呢 一寸都不能够带走 你必须完全撤出 不光是这四个州 还包括这个克里米亚啊 你都必须得走 而且呢 他还把加入北约 写到宪法里头啊 然后我们就想啊 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啊 这要是谈判的话 他好像连个交集点都没有啊 这怎么能谈 怎么能达成共识呢 哎 现在呢 这两天啊 我们就看到呢 乌克兰啊 派了他的外长 库列巴呢 到中国来了 到中国来了 而且呢 我就看到啊 咱们暂且不说啊 谁邀请谁啊 说是中国外长 王毅邀请他来的啊 这实际上呢 应该说呢 他们也是有这个意图 你邀请他来啊 赵老师 如果你没有这个意图的话 你没有这个意图的话 中国怎么可能邀请你来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咱们啊 就暂且不说啊 就这个 库列巴来了以后啊 现在就前所未有的 转变了 转变了啊 愿意 无条件的 就无条件的 和俄罗斯进行谈判 那他之前的 可不是这样的 之前的时候 他们还出台了一个法律呢 说绝不与 俄罗斯谈判啊 绝不和普京 坐在同一个谈判桌上啊 这个乌克兰啊 很奇怪啊 动不动啊 就把话说死 写到法律里啊 你写到法律里面 你这玩意儿 你就得还是废除 对吧 那个 加勿北约都写到宪法里头了 也得修改宪法啊 难道说 他们的法律 就这么的儿戏吗 很有可能 就是这么的儿戏啊 那么后来呢 又说啊 我们就通过 这个和平峰会的形式啊 来达到 这个和平的目的啊 实际上呢 他那个所谓的 和平峰会是 怎么回事啊 对不对啊 他都不让这个俄罗斯 作为冲突的一方 来参加进来啊 你这怎么叫一个斡旋呢 怎么叫促成呢 对不对 你就是拉帮结伙呀 他不邀请普京来 反倒邀请中国来参加 对不对 你不就是想把中国 拉到你这个阵营来吗 你说我这个阵营里面啊 这个人多 全都到我这个阵营来了 我就看你俄罗斯现在啊 你顾家寡人 你说你投降不投降嘛 就是想达到这个效果嘛 但是最近这几天啊 乌克兰的这个总统啊 泽伦斯基 他的话分就变了 他就开始啊 说这个和平峰会呢 也会邀请普京来啊 可以邀请俄罗斯的代表团来啊 人俄罗斯方面就是说啊 我们还不领情呢 谁想参加你那个所谓的峰会啊 对吧 然后呢 他就不断的放话啊 就是说 愿意政治解决和俄罗斯的这个冲突啊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呢 还是根据美国的态度啊 就自从这个拜登啊 和川普啊 两个人辩论 然后呢 这个拜登啊 就显示出来了 老年痴呆的状况啊 如果是这样下去的话呢 那川普就赢定了呀 再加上前两天呢 这个川普又中了大奖 对吧 就川普本人啊 就觉得说 他俨然 他现在好像已经赢了呢 那种架势 对不对 他还让人联络这个普京 要跟普京进行对话啊 后来呢 他就和泽连斯基进行了对话 和泽连斯基对话呢 就表明了立场啊 就是一定得停火 就是这么一个立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相信啊 那泽连斯基呢 就觉得啊 也罢啊 和俄罗斯的这个仗啊 再打下去啊 对我一点好目都没有 然后呢 我还失去了这个支持者 如果这个川普上台的话呢 啊 可是不得了啊 然后还有一个因素呢 促成啊 他现在要和解了呢 就是这个奥尔班 那么匈牙利啊 我们知道 他今年的下半年呢 他是欧盟的 这个轮值主席国呀 那么他接手 这个轮值主席国以后呢 奥尔班第一次访问了乌克兰 那么他访问乌克兰的时候呢 就弹道直辱啊 就是告诉乌克兰说呢 你这个问题的解决啊 你必须得谈判 通过谈判 和平谈判的方式才能解决啊 欧洲的那些人 鼓动于打仗啊 那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人啊 那是一个错误的路线啊 完了以后呢 咱们也不知道 这个泽连斯基啊 跟他提了什么啊 然后呢 奥尔班又去了俄罗斯啊 跟俄罗斯谈完了以后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突然啊 他本来 他原来是安排的去其他国家 结果呢 他就取消了 然后就来到了中国 那么他先后啊 访问乌克兰 访问俄罗斯 然后呢 又到中国啊 一定是与他这个斡旋是有关的 那他斡旋呢 应该说是有进展的 这一点呢 我们从欧盟的反应也能看出来啊 因为这个奥尔班呢 访问完中国以后呢 接着就去参加了北约峰会嘛 那北约的那些国家呢 都来谴责这个二班 欧盟也说呢 你别觉得说 你是欧盟轮值主席国啊 你就代表欧盟了吗 你并不代表欧盟啊 欧盟并没有授权你啊 那么这两天呢 我们还看到啊 欧盟呢 等于说部分剥夺了匈牙利呢 这个轮值主席国的这个权利啊 他呢 很快啊 八月份的时候 要有两个重要会议啊 一个是外长会议吧 一个是防长会议啊 这两个会议都非常重要啊 一个是外交事务 一个是安全事务 对不对 这两个非常重要的 现在呢 就取消了 匈牙利啊 已经都准备了呀 到他的这个布达佩斯 来开这两个会议 对吧 但是现在呢 取消了啊 欧盟说 剥夺了他主持这个会议的权利 让比利时啊 到布鲁塞尔来举办这两场会议啊 他也是有成果的 而这个成果呢 不是欧盟所愿意看到的 或者说呢 欧盟就不希望这个俄乌冲突停火 那么 这个乌克兰的外长 库里巴啊 是安排的 23 24 25 26啊 4天在中国访问啊 一个外长啊 到中国 4天的访问 你想想 他是为了什么 啊 我一开始 我看到他来这个4天啊 我就知道 他肯定得说是啊 有来有回的 有来有回的啊 不是说他从这个人的行踪上 有来有回啊 就是从意见上是有来有回的啊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24号啊 他是进入广州的啊 王毅呢 就在广州和库里巴 举行了一个 三个多小时的一个会谈啊 三个多小时的会谈 然后现在呢 就传出来说呢 乌克兰方面啊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啊 同意无条件的和俄罗斯进行这个和谈 那么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 俄罗斯其实呢 也是拒绝和乌克兰进行会谈的 原因呢 是说这个泽连斯基啊 他的任期已经到了 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 按说呢 应该是去年吧 他们进行大选啊 但是呢 因为战争的原因呢 就没有进行大选啊 他任期已经过了 现在呢 那你依据什么样的法律啊 继续当乌克兰的这个总统呢 俄罗斯就说呢 泽连斯基再继续当总统 就失去了法律的依据啊 没有他的合法性啊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 没有合法性的总统啊 我怎么和他进行这个和谈呢 但是啊 现在乌克兰的外长在中国啊 他转变态度了 这不是外长转变态度啊 他一定是代表着 泽连斯基的啊 也就是代表乌克兰这个国家的 那么他转变态度了 现在可以无条件的进行谈判啊 现在呢 据说啊 俄罗斯就有了新的回应了 我看到报道说啊 俄罗斯啊 又提出来了一个 最新的和谈条件啊 这些条件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啊 说第一啊 乌克兰必须完全撤出 顿涅斯克和卢干斯克地区 估计这是必须的 因为这两个地区呢 它历史上 它就是属于俄罗斯的 因为他们原来是属于一家啊 美国呢 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啊 还说啊 重申了说 乌克兰啊 有权利主张它的领导完整和主权统一啊 但是呢 它不一样啊 它不一样 不是说从历史上啊 就这些地区就属于这个乌克兰啊 乌克兰它在历史上它还不存在呢 它原来啊 就属于一家的 结果分家的时候呢 还把这个顿涅斯克 卢干斯克 原来属于俄罗斯的啊 就分给了这个乌克兰 对吧 还有之前2014年啊 已经被俄罗斯拿走的那个克里米啊 那都是属于俄罗斯的啊 那么他们这些人 因为在乌克兰啊 没有得到英语 有的这个国民待遇啊 他们也是想独立 或者是回归俄罗斯 那么现在呢 俄罗斯新提出来的 新的核弹条件 第一条呢 就是这两个州啊 乌克兰啊 必须完全撤出 第二条呢 是俄罗斯向乌克兰 移交扎波罗热核电站 并控制沿纪涅伯河 制黑海的非军事化 100公里的区域啊 哎 俄罗斯愿意把这个核电站 还有这个区域啊 移交给乌克兰 哎 这挺有诚意的 我觉得啊 第三条是 乌克兰必须承诺 不切断对克里米亚的供水啊 这条呢 我认为啊 俄罗斯也是挺有诚意的 你等于说呢 把这个钥匙又交到了乌克兰手里了 现在是掌握在俄罗斯的手里 然后又交回到他的手里 还有比这个更有诚意的嘛 第四条是 乌克兰应该在宪法当中规定 其非结盟地位 其非结盟地位 不加入北约或其他联盟 这对于乌克兰来说它难吗 它根本就不难呀 这就是乌克兰玩的一个大炮仗啊 这个大炮仗你必须得给它熄灭了 对吧 第五条是乌克兰必须在宪法中规定 由35万人组成的和平时期军队概念 并拥有特定的武器生单 不能拥有超过125架任何类型的战斗机 第六 克里米亚将由乌克兰和俄罗斯共享 实施双重观想 这条太出乎意料了 俄罗斯能提出来这个呀 我觉得好像怎么有点不可能啊 这十一条我是在网易网上看到 并不是一个什么官方公布的 这十一条还有待于求证啊 这第六条啊 第七条是美国解除对俄罗斯 供应高科技有关的制裁 以及对石油和天然气综合 铁和银行系统实施的制裁 这里涉及到美国啊 这你和这个乌克兰签署了协议 对美国能有关押权吗 但是呢 俄罗斯之前就是说啊 和乌克兰谈判啊 没有多大的意义啊 一定要和西方进行谈判 才能真正保证欧洲的安全啊 第八条是 俄罗斯准备讨论 将扎巴罗尔和赫尔松地区 全部移交给乌克兰 第九条是 俄罗斯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没有意义 第十条是 停火应在俄美中欧乌克兰停战谈判开始以后 立即延前线实施 第十一条是 有必要恢复关于中短程导弹的条约 乌克兰必须签署该条约 这里面我就觉得说好像都是对乌克兰非常有吸引力啊 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乌克兰好像应该接受吧 但是呢不知道这十一条是不是真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库里巴在中国的这四天啊 没准能够拿出来一个框架 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可能啊又要完成了 那么我们好多中国人都觉得说呢 这个俄乌冲突呀 它是对中国很有利的一件事情啊 那么现在中国呢积极的斡旋停火 那么中国斡旋停火 停火完了以后呢 是不是对中国就不利呢 那么美国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美国的防长啊 他在社交媒体上啊 就发了一个推文啊 他就说呢他反对啊 让俄罗斯来主导这和谈 但是呢他们是倡导以对话 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的 而不是依赖武力啊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呢 他就是一个改变啊 就是说呢他现在他支持寻求和平解决 对于和平解决他是支持的 但是呢如果由俄罗斯来主导 他就不敢了 那么由中国来主导 你干嘛 那应该干嘛 这应该是对由中国主导的 这个和谈肯定的一个表态吧 现在反正是还没有看到 欧盟有什么表态啊 欧盟可能是现在整得不会了吧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